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选择点击别 把这些 把这些中间的线 然后两边呢 他两边呢 都给他往右边移 就是远离他 就像这样 远离中间这条线 两边的线都是远离中间的线 就可以了 他就不会有特别硬的棱 好 框选 框选比较快啊 好 我们在右边呢 找到约束 约束里边默认的是无 然后我们选择边 好 我们看一眼 选择边之后呢 这些点就会随着我们的边去移动 不会变形 好 继续选择 选择这些点啊 好 向右 向右 向上 有一个点移动不了 好 向下一点 好 移到这里就可以了 好 框选 框选 然后那个点移动不了怎么办呢 我们用切割工具找到切割 我们给他切一个 切一条过去 这时候我们选择边 把这些呢 都给他删了 把这两条斜着的给他删掉就可以了 然后还是框选下边的点 框选 向上 多选啊 向上 好 向上 每个紧挨着的 只要有硬棱的都需要这样去调 两边的线远离中间的线就可以了 他就不会出现硬棱 好 继续 好 继续 好 向上 好 放在这里就可以 下边也是 框选 框选上 框选 向下 好 放在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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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里 好 放在这里 如果不好框选的话 你稍微的放大一些就好选了 好 拉下来 再拉一点 这个可以再拉一点 框选上 向上 向上 多选了一个 向上 好 框选 框选 向 多选了 向上 框选 向上 在框选 在框选这里的一个稍微向下一点啊 好 框选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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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向下 向下呢 放在这 放在中间 也放在中间不行 把他给 把他给 把他俩再向下移一下啊 这里放大我们来框选 好 下来 下来 框选下来 框选下来 下的太多了 框选 上去 我们这一块的点为什么不选 因为我们要保留住这个角 所以我们不能把那个线移太太远了 移短 移远的话 那个角就保不住了 向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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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向上 再走点 好 这边也是啊 我们要保留这个角 所以不能给他移太远 好 选 上 我们这个点暂时先这样一会儿 涡轮平滑看一眼会不会有问题 有问题的话我们再继续调 没问题就可以了 然后还是找到切割 再切一下 我们选择边 选择这两条边 伸出 然后再选择上边的 向上面走 向上面走 再走一点 好 还是切割 直接从这切过来 因为有的时间呢 有的有些点它锁不住 这是软件的问题啊 好 删除 我选择点 方悬 方悬 向下 放在这 好 方悬上面的 向上 放在这 方悬 向下 再下 再下一点 向上 抠选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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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向下 好 向上 抠选 下来 好 抠选 抠选 上去 下来 一定不要落下了 落下一条 它还是有硬棱的 好 过来 而且它还会出现 有那种白边的效果 向下 好 狂选 放在这 我为什么这不选呢 因为这要卡 这个结构 外边边界的这个结构 所有不给它选 这些点呢 都放在中间就好了 放在中间 放在中间 然后还是 找到切割 从这直接给它连过来 好 然后选择边 删掉 然后继续 选择点 选择点 向下 向下 空气 过来 好了 这里呢 也是 给它 移动一下 不然 这里也会出现一条特别硬的棱 本来它是平面的 出现棱是不对的 好 好 好 框 散 到中间就可以了 好了 这时候我们 把这个边 锁边 约束这个边 给它勾选掉 让它成默认的状态 然后我们回到左视图栏 然后框选 记得是框选 千万别 别是点选 我们需要把这些点呢 给它弧形 再给它调整一下 好 向左 向上一点 框选 向上 向左 好 框选 出来 继续框选 好 还是框选 稍微的给一点 然后这儿呢 也需要再调整一下 往里边走 好 然后这儿也是 让它向下 向里边走 再向下一点 再往里一点 好 这样圆滑的过来 好 这块就不对了 这个不能调 我们需要动里边的 这个也是 往里边 收一点 好 然后继续呢 这边 框选 中间这两个 向下 向左 再往下一点 让它 它这儿有一个圆滑的那种效果就可以了 这是中间的点 不能选 这多了一个点 我们少删了一个线啊 我们看 一定要记得删 删线完之后 要检查一下 好 向左 让它这儿能够很平滑的就下来 很平滑很自然的下来 好 向左 好 上面也是 向左拉一点 好 这个弧线 好 向左一点 再向上一点 然后 向左一点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 涡轮平滑看一眼 是不是这一个 很多棱的结构 它已经消失了 对吧 已经没有了 然后这一块呢 它还是有棱 怎么办呢 我们还得给它 调一下 怎么调 这块我们直接呢 再给它 多给它卡出来一条线 也可以 这也卡到这儿的 然后我们再选择点 选择这两个点 向外 这样拉出来 也可以 我们无论平滑看一眼 对吧 它也就出来了 好 我们继续啊 继续把这给修一下 选择切割 好 切过来 切割 切过来 然后框选这儿 好 拉出来就可以了 我们再看一眼啊 好 这块已经 它已经没有那个 很严重的棱了 对吧 我们看一下 再看一下其他地方 有没有不合适的啊 我的特殊图转一下 看看 好 没有 没有的话 我们就可以选择它 然后先删除涡轮平滑 一定记得先删除涡轮平滑 然后给它一个对称 还记得对称吗 对称 找到对称 然后选择这一招对称 好 这就对称过来了 右键 转换一刻 边辑多边形 好 然后 再找到我们的涡轮平滑 涡轮平滑在这儿 好 我们再看一眼啊 整体的效果 是不是这个斧头呢 就更锋利了 对吧 好 然后下一步还需要做什么 我们还需要就是把这些网格呢 继续给它填充一些 让它网格 基本上是一致的 很平均的 不要就是特别像这儿 网格特别大 我们继续给它加线啊 继续的加线 加线 这样我们在ZB里边才能雕刻 如果我们不给它加这些线 在ZB里边是没法雕刻的 给给一条 然后呢 选择点 切割工具 从这儿切过来就可以了 这边也是切过来 好 然后这个点 这边看一眼 这边也是看一眼 右键 连接 好 还是切 找到切割工具 切割 选择点 切割工具 直接给它切过来啊 切到这儿 然后过来 切到这儿 过来 好 给它连上就可以了 然后下边的也是一样的 找到切割 切割工具 翻过来 切割 翻过来 好 我们这块也是给它 切一下 然后连过来 好了 我们这时候再看 它的布线呢 就会特别的多 而且特别的均匀 哎 千万不要把乌伦平滑 右键给转为可边境 多边形啊 千万不要 因为你要转了之后 我们真要后边要修改的话 就修改不了了 明白吗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斧头的中膜呢 已经做完了 然后我们后边呢 就会把中膜 导入ZB里边 然后进行雕刻 好 感谢大家收看 学习过程中 还有疑问 可以立即加入 正版课程的学习交流群 讲师实施在线答疑 与精英学员互相学习 还可以登陆一壶网 点击任意课程网址 搜索课程ID号 获取完整学习课件 工程文件等资料 扫一扫 任何问题 小美胡都能帮助你啦